第49章 误导的神秘 李耀看着通讯手表上 妻子那边发过来的准确位置坐标 在地图上的详细位置 都已经进入这岛屿内部了 李耀是不惊反喜 如果那位置一直移动不动 李耀倒是怀疑 是不是罗锋将通讯手表遗弃在那 而现在 位置移动 代表很可能罗锋一直戴着通讯手表 先养伤 以我身体恢复能力 两天就能完好 半天就差不多能稳固住 李耀顾不得去追杀罗锋 先在这沙滩上盘膝静坐养伤 雾气弥漫 这岛屿之中 韩真奇怪 全副武装的罗锋 小心翼翼在这岛屿的山林中前进 看着周围的树木植被愈加疑惑 我都深入岛屿两三里地了 依旧没有看到一点怪兽存在的痕迹 看来这岛屿的确是没怪兽 唯一怪异的是 澳洲大陆这边现在是冬末 可是这岛屿上温度比较高 树木花草更是仿佛春夏时期的那般茂盛 罗锋疑惑得很 这个岛屿到底有什么奥秘 树木茂盛 花朵鲜艳 荆棘丛生 似乎充满了生机 就是没有生物 罗锋一步步小心前进 在距离罗锋大概百米外 在花丛当中却是有着一朵粉红色花朵 这花朵竟然比脸盆还大 比周围其他花朵要大得多 也鲜艳得多 此刻 罗锋正一步步朝那花丛处走去 越来越近了 终于罗锋抵达到了这 好鲜艳的花 澳洲大陆这个冬末还能看到这么鲜艳的花 很少见了 罗锋观赏了一番 转头继续走 就当罗锋刚走两步的时候 错 原本那比脸盆还大的鲜艳粉红色花朵 猛的膨胀盛开 变得足足有三四米直径 这巨大的花朵 宛如闪电一般 直接爆射向罗锋 宛如一个罩子 从天而降 直接照向罗锋 欲要将罗锋给整个吞噬下去 自从进入这屋岛后 罗锋就时刻没有松懈过 一直保持在极度小心状态 认 罗锋眼眸寒光一闪 说 说 说 三道黑色流光 瞬间从罗锋身边 飙射向那巨大的花朵 每一柄飞刀都蕴含着强劲可怕的穿透力 宛如三道死亡光线 瞬间就穿透了那照向罗锋的巨大的粉红色花朵 三道刀光旋转数次 花朵瞬间就被切割成一片片 洋洋洒洒洒开来 一柄飞刀更是直接将巨大花朵 那身长的血红色根筋直接切割 赤 仿佛切断钢筋一样 切割断那根筋 石人花 罗锋转头看着地面上的花朵碎片 又看向那残缺的根筋 骨骨 根筋的断面还不断地冒出血红色的血液 怪异得很 石人花变异的是很少很少的 全世界最多的石人花 还是在南美亚马逊 罗锋疑惑皱眉 怎么在这孤岛上出现了石人花 大涅槃时期的变异 其实是动物的变异 人类是动物的一种 大量怪兽产生 人类强者产生 不过植物却没有变异 那些树木依旧是树木 花草依旧是花草 唯有一种花产生了变异 石人花 石人花本来就有数个种类 现在变异后更是有数十个种类 因为别的植物都没变异 唯有石人花变异 所以很多科学家甚至于高呼 将石人花定性为特殊形态的动物 怪事 怪事 这里竟然出现石人花 罗锋摇摇头 继续前进 这石人花 面对她这个强大的精神念尸 的确是一点威胁都没有 经历过石人花的攻击 罗锋愈加小心 前进速度非常缓慢 这缓慢只是相对而言 依旧比普通人走路要快不少 半个小时后 以柳术 罗锋看着远处的柳树不由露出笑容 这岛上的树木大多都是比较罕见的 而柳树 罗锋实在太熟悉了 扬州城的街道上的绿化 不少地方就是用的柳树 所以罗锋对柳树非常有好感 或许是很久很久没人来 这里的柳树生长得非常高大粗壮 一 二 四 一共九棵 九棵柳树 好粗壮的柳树 罗锋走了过去 眼前这九棵柳树的确非常粗壮 最细的一棵柳树 大概也有直径一米左右 最粗壮的一棵柳树 直径更是达到了三米 此等粗壮的柳树 平常就是一棵都很难碰到 因为岛屿上草木都很繁茂 这九棵柳树的万千柳枝条 更是随风飘荡 呼 呼 九棵超级柳树 那么粗大的柳树 每一棵都有这一万柳枝条飞舞 这岛屿果真神奇 能长出这么粗大的柳树 而且这里的植物不单单是柳树 其他植物似乎都充满着生机 连这冬末都长出枝叶来 罗锋凯探不已 叱 叱 叱 当罗锋在九棵大柳树旁 凯探不已的时候 几乎是一瞬间 这些柳树的所有柳枝条 疯狂飞舞 仿佛一狠狠撕线 迅速缠绕向罗锋 速度之快 远远超过音速 就算是罗锋 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面对铺天盖地的无数柳枝条 也根本无法躲开 什么玩意 罗锋脸色大变 要知道 这九棵柳树最细的一棵 高度都达到三四十米 媲美湿层楼房高 至于最粗壮的三米直径的大柳树 更是达到近百米高 如此高的可怕柳树 柳枝条数量也多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每一根柳枝条都超过百米长 弥漫开来 铺天盖地 破 罗锋猛地前冲 同时提表六柄飞刀 仿佛风火轮一样 围绕着身体 旋转着疯狂切割周围的柳枝条 罗锋的飞刀 可是能够杀死不少高等战神的 这等攻击力下 那些柳枝条 也是一狠狠迅速被切断 可切断时 都有一种切断钢筋的感觉 根据罗锋精神念力 对飞刀的感觉 这每一根柳枝条的韧度 恐怕能抵挡高等战将武者的斩刀怒劈 这等层次 已经到了导弹轰击都很难毁掉的地步 当然 在罗锋冲刺下 飞刀旋转飞速切割下 大量柳枝条被切割成两半 眼看着罗锋就要冲刺出去 哄 中央那最粗壮的 足有三米直径 粗的超级柳枝王 竟然崩射出一狠狠 泛着淡淡金色的柳枝条 数量之多 足有近万根之多 每一根柳枝条的长度 都达到数百米 几乎瞬间就完全笼罩锋 和罗锋的飞刀正面撞击 吃吃 旋转的飞刀 艰难地切割开一根淡金色柳枝条 不好 罗锋面色大变 暴退 迅速往后退 必让那些笼罩过来的淡金色柳枝条 我切割开一根淡金色柳枝条 都这么困难 一旦被这成千上万的淡金色柳枝条 给包裹住 我就危险了 虽然说被捆住 自己依旧能控制飞刀切割 可是 不能冒险 毕竟一旦失败 就是死 面对周围围绕过来 飞舞着的淡金色柳枝条 罗锋暴退的同时 猛地扎入地面 扑 三柄飞刀旋转着 瞬间钻头地面 而罗锋直接扎入进去 精神念力作用在双脚上 令整个人宛如钻石机 迅速刺入地底 吃吃 大量淡金色柳枝条迅速插入地底 可是一共才数百米长度的淡金色柳枝条垂挂下来 渗透地底不能太深 且柳枝条的攻击力主要是束缚人致死 枝头还是分叉的 钻地能力根本没办法和罗锋的飞刀比 淡金色柳枝条飞舞一番后 就收回到那棵超级柳树王之干上 其他普通的柳枝条 依旧跟往常一样随风飞舞 地底深处 岩石层 这里已经被罗锋轰出一个小型洞穴来 罗锋脏兮兮的 就依靠着背后的岩石 滴答滴答 岩石层中的积水不断滴下 真够狼狈的 罗锋自嘲一笑 我算是知道 这悟岛为什么没有任何飞禽怪兽 走兽类怪兽生存了 罗锋回忆起刚才一幕 依旧惊叹不已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竟然连柳树都变得有攻击力 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 全世界都会震惊吧 地球上植物一直没有变异 除了诗人花 可是 在这个悟岛上 发现诗人花时 罗锋还没打吃惊 可遇到柳树攻击 他就惊呆了 特别是那个柳树王 一般高等战神都不是他对手 柳树能攻击 恐怕整个岛屿中 大量的植被中 有不少都是具有攻击性的 怪兽赶来 早就被这些植物给杀死了 罗锋暗自惊叹 澳洲大陆 大涅槃时期后 就一直没有人居住 这里是怪兽的天堂 怪兽们恐怕早就知道 这悟岛特殊 所以没有一头怪兽敢进入悟岛 偶尔才有一些舞者来这历练 可来澳洲大陆的舞者太少太少了 对庞大的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澳洲大陆而言 仅仅数十年的功夫 澳洲大陆绝大多数地方 舞者们都没进去过 这个舞蹈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从来没被人类发现过他的秘密 现在被罗锋发现了 那里要可没有精神念师的诸多能力 他不会飞行 钻地速度太慢 在这舞蹈上 能不能活还两说 有机会他遇到危险时 我在落井下石 罗锋丝毫不介意 自己手段阴狠 在这地底岩石层中 罗锋悠闲得很 忽然他从背包中取出了一个手机 手机柜有手机柜的好处 在这地底信号都这么好 罗锋微笑着拨通电话 喂 哥 弟弟罗华惊喜的声音响起 你在澳洲大陆怎么样啊 之前罗锋就靠手机跟家里通过电话 告诉家里八月份自己在澳洲大陆 打电话会比较少 怎么样 罗锋看看周围的岩石 以及不断滴落的水 微微一笑 很好 现在我在的地方很安全 嘖嘖 还有水呢 我现在在澳洲大陆 也在澳洲大陆 我们在澳洲大陆 在澳洲大陆 在澳洲大陆 在澳洲大陆